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俊浩云儿获得了APAN年度最佳情侣提名和人气男女演员奖候选 俊浩在欢迎来到王之国中 饰演讨厌虚伪笑容的冷漠 财团继承者剧人和搭档润娥成为欢喜冤家 共普田蜜恋曲 而在剧中看似冷酷的俊浩 现实生活中又是什么样子呢 俊浩绯闻女友少女时代润娥 自从2021年在韩国 NBC歌谣大忌典合作双人舞后 就一直被敲碗同框合作的 2PM俊浩和少女时代成员润娥 终于让粉丝和剧迷们的心愿成真 在2023年合作出演 欢迎来到王之国 而据韩媒报道 其实两人正在交往中 报道中称 两人在拍摄欢迎来到王之国前 就已经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虽然双方经纪公司第一时间接回应 正在确认中 不过之后都迅速否认 俊浩所属JYP娱乐表示 虽然两人关系很好 但恋爱传闻并不是事实 论娥所属SM娱乐则回应 论娥和俊浩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恋爱不是事实 李俊浩曾在访问中透露自己 没法同时把工作和恋爱都兼顾好 如果要专注做一件事实 就只能放下其他事情 年轻时 他希望专注工作 正因为 目前是专注工作的时候 的想法太强 所以便下意识地放弃和拒绝爱情的部分 好像把自己束缚起来了 即使对对方有感觉 他都会在自己陷进去前 主动割舍掉 但随着年纪主长 李俊浩表示 现在不再这么想了 机会来了 他也会顺其自然地接受 李俊浩提到自己 如果喜欢上些什么 他会是那种长久且全程投入的类型 所以在爱情路上也是如此 如果遇到好姻缘 他不希望谈一谈就算 或者轻易地结束关系 而是希望能认真的去谈恋爱 李俊浩更坦率地表示 自己的感情观很传统 他很难开展和投入在一段感情中 但一旦爱上了 就不会轻易说分手 李俊浩强调自己并不是 母胎solo 他也会对异性有感觉 更表示自己曾经历一些感情的往来 但并没有更深层次的发展 他还透露自己很奇怪 到了晚上就比较没那么多体力 结束了白天的行程后 回家只想休息 实在没办法出门 所以他很羡慕 虽然很忙 但还能好好谈恋爱的人 李俊浩坦言自己的性格有点内向 与镜头前的他不同 是不太出家门的类型 而且与异性朋友见面时 他会莫名地紧张费神 害怕会给对方带来麻烦 李俊浩曾透露 希望自己的 另一半是个容易沟通的女生 而良好的沟通 在一段关系中 确实是必备的条件 他在电影发布会中提到 自己的理想型是美国演员 史嘉蕾乔汉森 然而在场的主持人 则回应说 要和史嘉蕾乔汉森沟通无阻 恐怕很难吧 引发全场爆笑 李俊浩绯闻女友金素恩 2012年 李俊浩与金素恩参与了 综艺节目 他作词他谱曲的录制 该节目是以电影 K歌情人作为蓝本 并邀请男歌手谱曲 女演员填词 在他们制作音乐的过程中 互相认识和交流 营造浪漫的氛围 在节目中 两人为了能够创作更好的歌曲 更亲身体验情侣间的活动 例如电影院约会 泉州火车之旅 为对方做泡菜炒饭等 最后他们顺利制作动听的 歌曲Sed Love 后来 在Section TV演绎通信中 主持人问道 俊浩自从遇到金素恩以后 便奇怪了 除了李俊浩外 2PM其他成员们都立即举起 O的牌子 而李俊浩则表现得非常慌张 所以当时引来不少网友的猜测 李俊浩绯闻女友李又飞 2015年 李俊浩与李又飞在电影 任意依恋曾有合作 2016年 两人在电视剧任意依恋再度合体 更以真名登场 饰演两名秘密恋爱中的大明星 深夜里在汉江秘密约会 除了从剧照中 能看出两人的好交情外 更有指他们虽然是为同龄朋友 但李俊浩坚持让李又飞喊他欧巴 且两人无所不谈 十分暧昧 李俊浩绯闻女友李世荣 李俊浩与李世荣主演的 衣袖红香鞭大受欢迎 在戏里戏外都默契十足 作品访谈中 李世荣透露 当他知道有李俊浩担任男主角时 就很想见对方一面 后来在读本会上初次碰面时 还因为太兴奋而主动装熟 先前两人一起出演电台节目 正无的希望取食 以情侣装现身 当时有粉丝担心他们 在拍摄期间会感到很辛苦 李世荣则表示 因为李俊浩在现场很有活力 因此让拍摄过程很愉快 更值一次也没有觉得累过 而李俊浩也没有觉得辛苦 更值言 多亏是荣拍摄得很开心 两人之间充满粉红泡泡 让不少粉丝都希望 他们能假戏真做 如果有关注2PM早期活动的话 大家应该会知道2PM以前 常常会在表演中加入一些特技 后空翻侧空翻 倒立等等都是基本 而俊浩就在某次练习时不慎受伤 肩膀直接撞地 身体更折成两半 画面非常惊悚 后来右肩紧急动了手术 手术后被诊断为脊椎骨折 之后虽然持续进行规律运动与复健 但状况不见好转 所以如果有会对肩膀造成负担的表演 俊浩都会靠医生给的止痛药撑过去 俊浩其实是左撇子 但他写字的惯用手是右手 除此之外 他的手足足有22公分那么大 一般韩国男性的手平均是19公分 而2PM其他成员的手大小也建于19.3到19.8公分之间 先前通过我独自生活展现独居生活的俊浩 从露出腹肌到化身居家暖男 每一片刻都让粉丝心动 2PM被誉为野兽偶像 而俊浩在舞台上展现强大气场后 回到家中就变成温柔的猫奴 曾养七只猫的他 只要和猫咪相处 眼神就充满宠溺 过去爱猫Lambo离世后 俊浩更创作了一首名为FINE的歌纪念他 真的是爱猫人士代表 俊浩曾经自爆因为太喜欢包色 也被妈妈骂 因为他是只要喜欢某件衣服款式 就会把同一个款式的 其他颜色也一起买下来 妈妈知道后就希望他不要这么做 阻止他一直穿同款式的衣服 虽然俊浩现在成为大事 但其实在出道的这十几年以来 他每一刻都在努力增进自己 俊浩曾在访问透露 不管是歌手或演员 如果听到别人说 这个人是天生艺人 这样的话是最欣慰的 而他为了听到这句话 每天认真练习 为了在别人面前 展现自己像天生艺人一样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成员又荣也在认识的哥哥中 透露俊浩为了团体会特别小心翼翼 做任何事都会先以团体为重 不会冲动行事 除了偶像本业之外 俊浩也创作了许多歌曲 大部分收录在日本专辑中 而作为演员李俊浩来说 他过去曾主演只是相爱的关系 油腻的Melo 自白等电视剧 细腻且自然的演技 让他获得 演技道的称号 不论做什么 都努力认真的俊浩 绝对是Hottest 2PM粉丝名们的骄傲 俊浩在《伏兵役》期间 粉丝上传了他穿着 红色衬衫表演My House的直拍 因为当中性感魅力爆发的画面 瞬间引起了韩国网友的关注 除了让2PM的My House 逆袭姻缘榜之外 也有很多人讨论起 现在长大了才懂2PM的好 这就是成人偶像 2PM快回归吧 而我们家俊浩 也登上了热搜榜第一 从My House到Magedit 俊浩因为在舞台上的性感魅力而多了 Fox狐狸这个外号 因为网友粉丝认为他太魅惑 太会聊 即使本命不是俊浩也会被电到 所以在那之后 关于俊浩的影片下都会有 许多韩国网友留言 俊浩绝对是Fox Fox俊浩什么时候 要让我去他的家 Fox俊浩有罪疯了